《生命中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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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間中也是學到很多堅強的精神 對生命來說應該是要珍惜 對死亡全是一個畏懼 因為人生命只有一次 沒得而重複的 《生命中的生命》 來跟豬家娘噴一個消毒藥水 從來這個傷口 這就是地震留下來的傷害 我是龔國城 是建川博物館豬家鄉的飼養員 15年2月1號正式接館 到現在14年多了 起來吃飯了 512溫川大地震 豬家鄉是在地震當中 年賣了36天 靠他主任木潭和這個雨水化下來 當時我又趕他取了個名字叫豬家鄉 我們館長在這消息 把他安頓在文川大地震管的一個對面 給他專門建造一個家 當時是在工地上嘛 在四多層樓的高頭 噢呀 那個搖起來不得了 後頭在短短的幾十多秒鐘 就反映出來說是大地震 說很快跑哦 當四養長之前嘛 就是我早上還是在這博物館上班嘛 是在守夜 你也曉得豬家鄉嘛 我也喜歡他嘛 也經常都看到他 然後我們令他找到我的台嘛 我就心裡就很高興了 我當然就滿口最大意了 像我剛接觸四年都嘛 是有一定的福度嘛 他早上我說走豬家鄉 開頭有點擂床嘛 擂床 但是起來了過後 他還是很樂意地往外面走 最近出來有時候他高興要跑一趟 他就不放下 跑去裝到樹上 噢呀 當時我是笑的感覺了 當時把他裝夢了嘛 這最有趣的他是能夠吃果子 像梨子成熟的時候他吃梨子 這把琵琶成熟吃梨琵琶 在豬內來說的是歲數 相當於人類一歲 相當於人類七八歲 他現在應該十二歲了 相當於人類應該是在九十多歲了 他有時候也很同仁性 2017年他這個腳啊 就冬天頭那個動傷了 他就是不願意起來 我說是咋個呢 不願意起來 然後我仔細觀察 哦 腳都已經冬傷了 然後我說我就好心 他說我說 中間上來起來吃飯了 他就先不起來了嘛 然後我就又跟他多說了 你要堅強我 要好好地活下去 然後你就死定了 我會給你醫治 他相當於聽到我的話了嘛 他就很堅強地 又堅強地爬起來就吃了飯 在生命來說 不管是人類上還是學習以後 他就是希望能夠活下去 在那麼堅固的條件下 他就能夠堅持下來 然後吃飯了 然後吃飯了 吃飯了 就吃飯了 吃飯了 這會兒幸福的肉 遊客還是很喜歡他 想好多時間吧 遊客說我多元都來專門看 就要追看它 還有一定的靈感 他就要看著他 那就是相當大招呼嘛 他今天這麼幸福地活著也很開心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生活生活的一个例证吧 我们不论怎么着 我们都会坚强地站起来了 我们就是属于是正宗复兴的 早就想过来谈谈 咱们再也想过来谈谈 既然我们经历过第一个人 我们心里我们很活塞 我们以后我们自己应该更坚强 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和更珍惜自己的家人的朋友 我记得前年嘛 前年确实说实话前年我都有走贝云 竟然都是得病 或者说有些工作上有啥子不省心思 一会都想到中间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生生下来了 生命毕竟是不最宝贵的 要想得开 所以作为我们平安说话最重要的是心态 心态放宽了一切事情都可以宽了 我也跟他一个受益接触过嘛 他说病毒也就是说十五六年 就是到了生命期限了 我就是说我还是尽心尽地 把他饲养到最后嘛 最后一天嘛 tipping这个哨学 例子 更珍惜 变态 这样子 我去试图 你 来